哈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雄 大家看到可乐与这个曼陀石 放在一起是会有反应的 就比如说是这样 嗯 可乐打开 那么放 放在一起 果真是有反应啊 那么我在想 如果我拿很多曼陀石 加上大很大的可乐 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剧烈反应呢 其实这一颗它已经反应完了 这一颗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们准备点辣的容器 装多一些的曼陀石 看一下它的反应 会不会非常非常剧烈 我给它先去拿点可乐 然后再去多拿一些曼陀石 这么多 应该是够了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 可乐 先喝一口 其实还有反应啊 曼陀石还在这里 毛泡 这也就是说明 只要曼陀石够多的情况下 一瓶可乐是可以反应很久的 那么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用这一大瓶的可乐 然后全部一次性的装进去 看一下它会有更强烈的反应吗 那么可能我需要一个方法 让这个曼陀石一次性的 很多的进到这个可乐里玩 就是用这个空的可乐瓶 然后里面全部装曼陀石 装满了之后呢 把可乐和曼陀石连接起来 用胶骨粘起来 然后再用这个曼陀石 去拎包装可乐 看一下那样子的效果 是不是很壮观 是不是很澎湃 好的 现在开始拆掉这个曼陀石 现在我开始装了 把这个曼陀石全部装进去 没想到这个曼陀石的尺寸 和这个洞口的尺寸 一样的大 刚刚好天仙配啊 这里面一共是12条曼陀石 刚刚好装满 然后我们就要想办法 固定住 那么现在我就要想个办法 让曼陀石卡住 然后放在这个可乐瓶的上面 在我需要它下来的时候 它一下子全部下来 那样子才能营造出我想要的效果 然后我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准备一张纸 先将这个曼陀石给封住 然后用胶布 让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在我需要的时候 让它们两个同时一次性结合 看下效果怎么样 我们先去拿一下胶布 把这个曼陀石给固定起来先 就这样轻轻的 轻轻的给它固定起来 这可乐已经有点要暴的意思了 哇这个声音 都是漆啊 现在要小心点 慢慢的扣上去 现在它们俩的隔阂就是那一层膜 活活的一层膜啊 那么现在我其实只需要咬下这个上面的这个瓶子 它那层纸就会破掉 马上就会迎接高潮 OK 我们现在要给它操作一下 我咬一下 其实它已经快破了 弄一点点可乐 引一下把这个瓶子弄吃 其实它已经破了 可是它下不去而已 要么这样吧 我们直接给它翻过来 这样子 不是不是 不行不行 给我倒点进去 感觉这一点都没有进去啊 呃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哇找了一个大桶啊 这个大桶 然后我们直接把可乐给倒进这个桶里 这个东西再直接倒进去 这总该可以了吧 我们先把这个可乐给倒进去 嘶嘶嘶 谢谢大家 dull 这就这样子 感谢观看 拜拜